再见了传统小卧室 这个卧室只有7平米 以前只能靠窗放床 衣柜靠墙 中间只剩狭窄空间 飘窗也没利用上 书桌也无处安放 试试这样做 1.飘窗延伸地抬床 底部两排大抽屉 内衣裤袜分开放 铺上排骨架更透气 2.靠窗座组上搬柜 既增加储物空间 睡觉也更踏实 3.床头定制组合柜 下方侧拉式设计 存放大件行李箱 上方上翻式柜门 收纳各种礼品盒 台面放睡前物品 右边是宽敞的学习区 4.搭配做通常书柜 一边放书籍资料 一边放玩具手办 分类收纳更整洁 5.把房门左移55公分 门后定制大衣柜 衣物被褥都放下 上方升降挂衣杆 拿取更轻松 关上柜门不落灰 6.连接道顶开放格 收藏孩子的兴趣爱好 旁边定制洞洞板 绿纸摆件都能放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